公元前221年 他终结了战国时代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 变定了中华版图的基本格局 更创立了一套 影响东亚2000年之久的 社会治理体系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 最具争议的皇帝 在人们的心目中 他是一位贪婪无情的暴君 他帝奏的那个时代是灰暗的 果真如此吗 一座陵墓将秦始皇 以及那个时代 深深地隐藏在厚厚的黄土下 但他的治国里面 以及所开创的法治文明 却对中国古代社会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千百年来 人们从未停下 对秦始皇以及秦文明的探索 神秘莫测的秦始皇岭 究竟隐藏了多少 破解历史谜题的线索呢 十年的秦岭卡古经历 但我有幸成为 最靠近那段历史记忆的人 希望能通过 对这些卡古资料的解读 为你揭开 蕴藏在秦人地下的 一个一个的历史谜团 告诉你一个 更竭尽历史真相的 秦始皇帝 两千多年来 围绕着秦始皇陵 一直有太多谜团 神秘而幽深的秦陵地宫 更是牵动着人们的目光 秦陵地宫究竟埋藏了多少宝藏 有人说地宫里机关重重 盗墓贼进去有去无回 史料曾记载 项羽发动三十万人 大死盗掘灵墓 盗墓大军用了一个月 都没有把地宫中的珍宝 除了这个记载 史料还有秦陵地宫被盗的 其他种种说法 那么这些说法是否真实 秦陵地宫到底有没有被盗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秦陵陈锋的帝国第六集 地宫被盗了吗 历史上曾经有几个时期的盗墓活动 非常猖獗 这是有十亩九空的说法 秦陵陵 无论是他的规模 还是他的知名度 都是古代最受关注的地灵 在人们的想象中 秦陵地宫中 埋藏着无数的奇珍异宝 2200年以来 不断流传着许多秦陵地宫 已经遭到盗绝 或者破坏的传说以及记载 这些记载有一个特点 就是时间越早 故事越简单 时间越晚 故事越复杂 也越生动 最早的说法 是来自史记高宗本记 比较简单 说的是 在楚汉战争期间 两军在广武战场对垒 刘邦控诉项羽 有十大罪障 其中第四条便是 项羽烧秦宫室 决始皇中 私收其财物 挖人家的祖坟 历来是当作 十恶不赦的罪行的 刘邦也用了这个招 说项羽进入关中之后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偷偷地挖人家秦皇的灵 到里边的财物 刘邦搜集了十大罪障 功不一重 在战场上 的确是能起到 相当的宣传效果 古代的这里西文 真实性 其实是一直是值得怀疑的 大约两百年以后 班固在汉书刘相传中 提供了另外的一个说法 说呢 相继焚其功师盈域 王者贤贱发掘 其后牧尔亡羊 羊入其凿 牧者持火照求羊 失火烧起藏锅 自古至今 藏未有胜入使王者也 这段话是说 西楚霸王项羽入关以后 将帝国首都 咸阳附近的皇宫 进行了大规模的焚烧 然后呢 又对陵墓 进行了大肆的盗绝 后来呢 一个在秦陵附近 放羊的小孩 因为几只羊 掉进了盗洞中 然后呢 他打着火把 进去找羊 一不小心 把秦始皇的官国烧着了 美轮美奂的地宫 无数的奇珍异宝 就这样被焚烧得 一干二净 时间再往后到了北魏 传说就变成这样的了 见多世光的立岛员呢 在《水晶渭水柱》中说 项羽如关发之 以三十万人 三十日运物不能穷 关东盗贼 消锅去捅 木人熏羊烧枝 火炎九十日不能灭 关于秦陵地宫盗绝的故事呢 到这个时候已经演化成 项羽如关以后 发动了三十万的人 大肆地盗绝领木 将马车开进了地宫 将地宫中的文物 全部搬运出来 一个月 也没有把地宫的文物办完 地宫的规模有多大呢 不清楚 只知道 牧羊人失火后 竟然连续烧了三个月 再往后 文献记载到 东京十六国时期的 后兆的国君 十几龙 唐摩龙民旗领袖 皇朝也曾先后 盗绝过秦始皇陵 两千多年来 流传的一些 关于秦陵被盗的传说和记载 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 变得越来越复杂和生动 那么 这些史料记载的 究竟是真实的历史 还是在前人 记述的基础上 越来越丰富的演绎呢 千古一帝 秦始皇的陵墓 难道真的如传说一般 已经被洗劫一空 面目全非了吗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 段清波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秦陵 陈锋的帝国 第六集 帝宫被盗了吗 汉旧集园上记载 丞相李斯向秦始皇汇报 雷墓建设近战时呢 曾经是这样说的 臣所将离途七十二万人 致离山之一身一脊 枣子不入 梢子不燃 扣子空空如夏天状 也就是说秦陵地宫 已经挖得很深很深了 就好像挖到了地底一样 挖 挖不动了 在下面点火呢 也烧不着了 敲一下四壁 哐哐哐 这声音就好像到了 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就是说 林木挖得很深很深 也坚固无比 后来我们经过科学探测后 又知道 镇达三十米的地宫 是由石板建造的 一个牧羊人 掉进了三十米的地宫中 即使呢 缺有其事 在缺氧的环境中 火吧 能把秦始皇的官国烧着 大火能持续烧到几个月 怎么想都觉得是个传说 秦陵考古队在秦始皇陵周围 发现了很多陪葬坑 除了大家都熟悉的兵马俑 一二三号坑之外 还有比较有名的石凯甲坑 门关俑坑 百夕永坑等 而秦陵考古队 在发掘这些陪葬坑的时候 的确发现了陪葬坑 被火焚烧过的痕迹 1997年7月 秦陵考古队在风土西南 约二百米的地方 发现了陵园内迄今为止 面积最大的陪葬坑 这是最近在秦始皇陵园内 发现的又一座大型的陪葬坑 这个陪葬坑的面积呢 一万三千多平方米 在秦始皇陵园的范围内呢 发现这么大的陪葬坑 还是第一次 这种铠甲呢 做工呢是非常精细 铠甲和铠甲之间呢 是用这种铜丝 把它连续在一起的 目的呢仅仅就是为了陪葬 是秦始皇死后以后呢 他依然有庞大的军事装备库 就在这个坑里 除了精美的石铠甲 令人惊叹之外 时任秦陵考古队队长的段清波 在陪葬坑里 还有更令他惊讶地发现 在这个坑烧得非常非常的严重 我们从上开始发觉 就陆陆续去看见红烧土 看见了木炭 那再往下 我们到了这个铠甲这个层的时候 发现很多那些铠甲的甲片 已经烧成石灰了 根本没法清理 个别的地方呢 还留下来 能证明这个坑 建成以后很短的时间里边 也经过了大火的焚烧 石铠甲坑被火焚烧过的情况 并不是孤立现象 在发掘另外一座百戏永坑的时候 考古队也发现了红烧土和木炭痕迹 那么究竟是谁又因为什么 在陪葬坑里点燃了大火 毁坏了这些代表当时 最高工艺水平的陪葬品呢 是陪葬坑完成之后 出于祭祀需要的焚烧 还是后来被盗墓者人为破坏的呢 有一种说法就叫辽祭 当时人们为了敬天 今天在地上做一些 加上柴火 建了柴火烧一些玉器 烧这些布朴 就是丝绸 觉得就是这种气质上天就收到了 但是没有这么大规模的 这么大量的陪葬坑几乎全部烧了 从兵马俑到通车马到百戏永 几乎全烧了 这么多大量的坑都一烧的话 应当不是人们有意识的 我觉得是破坏 真的是一个破坏 考古人员在百戏永坑 发现了27件陶涌 但遗憾的是 这些陶涌似乎都遭到了 很严重的毁坏 不仅肢体有残损 甚至有头的涌都很少 头可能打碎以后 就扔到其他地方去 不在这个坑的周边 大家看下胸墙 给了一榔头那感觉 发现他身上的碎片 那个碎的真的是七零八落的 现在从秦始皇帝 被破坏的这些种种的迹象来看 多数的学者认为是 项羽以及他的部下所做的 项羽和他的部下到这个地方来 破坏其实只是次要的 盗绝也是次要的 这种政治性的报复 这种文化性的报复 可能是最终的 最主要的目标 无论是秦皇宫 包括秦始皇陵 以及其他宫殿 这些显然是秦帝国的标志 是秦帝国鼎盛的象征 所以当项羽攻入咸阳 毁掉秦帝国的所有标志 很有可能是他主要的目的 能盗走多少宝贝 也许还在其次 那么项羽真的动用了三十万兵力 来焚毁秦陵吗 既然秦始皇陵的这些陪葬坑 都遭到了破坏的话 秦陵地宫会不会躲不过劫难 被洗劫以空了呢 秦陵地上地下的渔存 区区实实经过 有阻止的人为破坏和焚烧 结合文献记载 包括我在内 多数的学者认为 这可能是西楚霸王 项羽所为 可是埋藏在高大风土下边的地宫 师父也遭到同样的摧残呢 项羽进入关中后 隐兵西途咸阳 杀秦祥王子英 烧秦宫士 火三月不灭 收其货宝妇女儿冬 事实上 这位二十六岁的小伙子 在关中 只待了几个月的时间 然后就迫不及待地 回老家宣耀去了 这几个月他都干了些啥事呢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 各路豪杰 云集 民争暗斗 相互争夺地盘 刀光健有和苦苦婆心的安抚下 十八位诸货王 这分封问题 总算尘埃落定 满意而去 期间 向远还要派人到咸阳 以及周边的离宫别馆 去抢夺那些宝货 财务 美女 还要焚烧官类的 三百座离宫别馆 在这种情况下 他再去组织三十万的兵力 盗绝秦室皇陵 恐怕也是有点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我们再来想一想 就算相云真的派出了三十万人 对始皇陵进行大规模的盗绝 那肯定也应该是 从陵墓的风陀所在地下属的 因为这样可以直接抵达地宫 而这么多年来的考古工作 我们只发现陵墓周边陪葬坑 被人为的破坏了 而陵墓的风土上面 并没发现大规模的盗绝痕迹 再说了 在相云盗绝陵墓的这个故事里 一个月的时间 三十万的兵力 用来运输秦宁地宫的珠宝 他们一个月的时间 运出来东西数量之多 恐怕其实是不可想象的 可是直到今天 我们谁也没有见到过 哪怕是一件 从秦陵地宫中出来的珍宝 历史上也没有一些 可靠的靠谱的记载 如果说上面的传说是真的 那这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的 考古发现证明了 秦陵陵园陪葬坑 确实有被焚烧破坏的痕迹 当年很有可能遭到了 像雨带有正直色彩的破坏 但是关于秦陵地宫被盗的 种种记载和民间传说 显然有夸张和演绎的成分 那么秦陵地宫又是否安然无恙 考古勘探又有何发现呢 本世纪初 中国地质调查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合作对秦始皇陵区进行了物理探查 主要的目标区就是风土以及地宫 我呢有幸作为主要的负责人之一 全程参与了这项科研活动 乌团专家用仪器进行探测 我们呢在厚达四五十米的黄土堆上 用洛阳产对乌团的结果进行考古勘探验证 在这次勘探的过程中 使用了二十多种方法 前后呢有上百人参加了这次科研活动 结果表明 风土本身的结构没有经过大的变化 风土上也没有发现大规模的稻洞 也没有发现稻掘和风土地层变化的迹象 当然呢在风土的东北侧和西侧 可发现了一个稻洞 幸运的是这两个稻洞的直径都很小 不到一米 深度呢也仅仅只有九米 稻洞的位置 据我们所知道的地宫的中心 含有两百多米 也就是说 风土上曾经是有过盗决的活动 但是规模很小 根据这两个稻洞的规模 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只是各起盗墓贼所为 绝不可能是项羽 石济龙 或者皇朝这些人 组织大批人马盗决留下的痕迹 所以呢 至今为止 还没有发现秦城地宫 遭到大规模盗决的有利的证据 无探考古的资料表明 秦城地宫是石阶沟的牧师 这座巨大的地宫底部呢 东西长八十米 南北宽五十米 牧师的空间高度呢 十五米 我们知道他还没坍塌 也没有进水 当然在没有对陵墓 彻底发掘之前 肯定的是说 秦陵没有被盗 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 两千多年来 如此强眼的秦史皇陵高大的风土 就耸立在林桶郊外 地宫中的宝藏 自然是盗墓者们寄予的对象 让他们不惜生命铤而走险 秦史皇陵在修建之初 肯定会考虑防盗问题 不仅如此 历代对于盗墓都有严刑峻法 那么秦陵可能会采用哪些防盗措施 地宫宝藏又如何逃过盗墓贼的黑手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 继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秦陵 陈锋的帝国 第六集 帝宫被盗了吗 春秋战国时期的盗墓呢 就已经非常盛行 随当有非常丰厚的历代帝王的领墓 自然就成了盗墓贼最向往的场所 为了保证自己的领墓不必盗绝 历代的通知者都出台了 严刑峻法来盛处盗墓者 吕氏春秋对监人盗墓已经有一言为 重罪禁止的惩罚措施 汉代规定呢 盗法灵阳内的一棵百树 就要被判处弃势之险 就是在闹事中处死 盗掘普通的墓葬也会被处于折刑 就是分裂肢体 类似于五马分尸 唐代的规定呢 凡遇到大赦 江阳大盗 盗墓的人是不能失眠的 明代大明里里边则规定 凡是盗决联墓者 一律于母凡之罪论处 不管是首犯还是从犯 统统凌迟处死 尽管不同的朝代对盗墓啊 都采取了严刑峻法 但铤而走险的人 仍然是大有人在比比皆是 除了用严刑峻法 利用道德思想进行宣传等主观因素之外 防盗技术也是保障了帘墓 不被盗掘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那么秦宣帝宫又有哪些防盗的措施呢 秦始皇这么一个精明多疑的人 肯定会考虑到防盗问题 那我们目前已经知道的 能够保证秦宣帝宫不被盗掘的因素 都有哪些呢 第一种就是大座丘龙 所谓的大座丘龙呢 就是修建高大的分丘 秦始皇陵原本设计的风土高度呢 是116米 即使是最后没有完工 也修建了55米高 高大的风土 确实可以让一些人退而缺步 再一个呢 用幽深的地宫来保护领物 秦始皇陵地宫深30米 地宫的周壁是用石块来建造的 这些也足以防范那些盗掘的人祸 尤其是那些个体行为的盗掘活动 前面我们发现的那两个小型的盗洞 就很说明问题 以个体的能力去盗掘秦始皇陵 看来也只有望洋兴叹了 暗器 你想到秦始皇陵的地宫 大家通常会想到 那里边肯定也是机关重重 是不是这样呢 文献上确实有如此这般的记载 史记秦始皇本集中记载 令将作极鲁师 有所穿进者 折射之 也就是说秦始皇陵里边 射之了极鲁师 就是一种用机械控制可以射出的箭的鲁 一旦有人进入地宫 鲁具就会被出发 后代呢 还有一些翻版机关 陷阱等一些记载 据说这些措施呢 都有效地保卫着地宫 不被打扰 地宫里边除了机关以外 还有什么可以用来防盗呢 就在我们之前所讲到的 在秦城地宫里边有很多的水银 我们现在的人都知道 水银是有毒的 高隆冬的拱气呢 一旦被人体吸入 轻则呢 肌肉瘫痪 精神失常 重则呢 一面误乎 虽然秦朝的时期呢 人们还并不知道水银 具有防腹和防盗的作用 但是进入地宫以后的话 便会吸进去大量的拱气 这对盗墓这 也肯定是有伤害的 过去呢 进入过秦陵地宫 然后呢 纷纷暴兵而亡 可能对很多人 都是有警示作用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秦陵地宫里边 大量的水银 客观上也达到了 防制盗墓的目的 秦陵地宫的防盗措施呢 还有一招 史记秦始皇本记里边记载 秦二世呢 害怕参与修伦的工匠 泄露了地宫的秘密 便在秦始皇下葬之后 下令 避中县下外县门 禁避工匠藏着 无夫处置 也就是说 秦二世刚刚将他的父亲 安葬在领墓中 他突然下令 说关闭墓道中的中门 外门 于是将那些工匠 和送荡的人 全部活埋在地宫里 虽然这一记载的 真实性还有待考证 但也为我们提供了 另外的一种可能性 熟知秦陵内部机关结构的 工匠们 必活埋在墓室 秦陵地宫的秘密 也就当然跟他们一同 永远地埋葬了 两千多年来 神秘的秦陵地宫 始终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也有人好奇 秦陵地宫 为什么至今 没有进行考古发掘 如果进行发掘的话 不但能揭开 秦陵地宫所有的秘密 而且还能解决 地宫被盗的问题 这又是为什么呢 要知道 埋藏在地下 两千多年的文物 氧化腐败 这是在下葬以后的 最初的几年最严重 现在呢 他们在地下 已经待到两千年 他们所处的环境 已经相当稳定了 如果我们贸然地打开 温度 湿度等环境情况 会突然发生变化 那就会对他们造成 致命的伤害 尤其是那些 有机制的文物 担心世界各国的考古机构 对于保存状况 较好的大型的遗址和墓葬 都尽可能地保持 文物的原生环境 不进行主动发掘 所以呢 这不仅是秦陵地宫 不发掘的原因 也是很多地灵 不发掘的原因 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 也欢迎您关注 南部福号 一同探讨历史 品度文化 解析法律疑点难点 再见 2003年3月 秦陵考古队在秦始皇陵 东侧发现了一处乱葬坑 坑内非常凌乱地 埋葬了121具尸骨 经过检测 发现他们生前都从事过 繁重的体力劳动 难道他们就是当年 修灵的行徒吗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段清波 下期将为您讲述 第七集 修灵人